正經陳思宇奧運老手 帶著簡童軍出展女座團體賽 十六強對上澳洲之洛三獲勝 但八強賽的台灣時間 今晚九點登場 卻遇上大魔王 中國隊 前運也蠻常對到他們的 對 就是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盡可能能一局 或是能多一分也好 學姊喊話說要保持學習的心 正經也說大家都很強 不要去想勝敗的事情 五五環新手劍同學也很樂觀 說打中國很棒 因為平時根本不會有機會 跟他們交手 但這中國天后功到底有多強 世界球後孫以莎才在女單賽事中 已知落似淘汰正宜盡 而接續的中國內戰 女團隊友陳某也拿下了金牌 完全奧運二連霸 王曼玉則是雙打世界第一 東進奧運跟陳某孫以莎拿下金牌 2021年的市井賽 單打跟雙打也是冠軍 真的很難 然後但是我覺得在一些 技戰術的一些準備 我覺得可以再比平常的自己 再更兇一點 因為你一定要再把 不管是旋轉力道速度 去上去提升 放手一搏才有贏的可能 第二點主力對決 可能又是正一進對上孫以莎 球評認為一進恐怕反手得多發力進攻 要用更吊鑽的線路踩雙直線來進攻 至於第一點的雙打 想拿下也很重要 雙打的短球的控制相對是比較細膩 多給一點長球 然後下一板的話 等長球來去做一個 反拉轉進攻的一個 技戰術的準備 建英簡同軍 可以利用反手位對角線 多打一些犀利角度 畢竟八強賽 強碰中國市場硬仗 氣勢得要出來 才有贏的希望 鐵月新聞 李建偉家庭台北長播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